新聞繼續來看的是驚靜方面的消息 該是中央派出塑的環境一間的時候 發生一段令人親戚的靈貓 協助破案的事件 副所長臨時民在處理危險 架車勤務的時候在在搬雜的地點 當朋友帶到嚴肅的撤險 撤出別人的重型機車 在破案的關係 竟然是一隻黑貓 中央派出塑所長所有人表示 日前一行派出塑的危險 架車搬雜勤務 發生六方便坐有這隻黑貓 為避免發生危險 用手電話火照這隻黑貓 要把汗離開 但是這隻黑貓不但不遺所動 一般也不要離開 在接近環境一段時間結束的時候 有一位民眾騎到重型起車 不按規定兩大室到外 被林副所長走來 這時候這隻黑貓 日前跳上民眾騎起車的腳踏板臨上 一動也不動 光也汗不走 後來經警方攀渣 發現這隻車竟然是在街關 民眾騎 所失去的重車 環境當中以現犯 待到嚴盛的臨場 這時候這隻黑貓才跳進去 這隻機車的腳踏板 他流行走到不知道去 入檢20分鐘 每次通過的車輛 這隻貓都沒有反應 結果就是只有這部張車 它行進的時候 這隻貓突然就跳上這部 這部機車的腳踏板上 然後就站在那邊不動 賴著不動 然後似乎在隱私 要求援警來詳加盤查這部張車 感覺很奇怪的任務所長 用軍生車的口氣問嚴盛的車陷 騎機車時是不是 趕緊撞到黑貓 嚴盛的騎乎 也要哭笑說 他騎車不要撞到 真好這樣還夠 先新聞傳來 先大家一次 蔡鳳報導